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认为大家犯的第一个问题是进度缓慢的问题 很多小伙伴到现在可能外国电视支持点才刚刚过半 甚至刚准备开始的也大有人在 不得不说进度实在是有些缓慢了 那为什么会这么慢呢 这就是我认为的第二点 你们在死啃书啊 很多小伙伴们会把看书作为一个重点 每天哼哧哧哧的也看不了一个章节 这要是碰到通俗一桶结构清晰的书 相信是事半功倍的 但通常情况下 咱们的书尤其是电影理论 都显得有些抽象晦涩和难懂 要真实啃书为主 那我相信累死累活一上午一看进度好辛苦 那为什么会看这么慢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求圣节 我发现在学习过程当中 真的是人均强迫症 有小伙伴真的会花一个上午的时间跟我争论 火车近战和工厂大门 哪一部才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早的影片 大都会和辣相馆哪一部要代表了德国表现主流的衰落呢 这有意义吗 这是你该花时间的地方吗 这不纯纯浪费时间吗 那我的理解是 如果搜百度查论文都无法快速理清的概念问题 就得赶快抛弃啊 重点难道不应该是火车近战和工厂大门 至于电影诞生的意义 现实主义风格的确立吗 难道不是大都会和辣相馆 在画面主题制作上提前出的 德国表现主义风格 以及对之后的黑色电影的影响吗 求圣节不如求真节 这是我的见解 好 再次还有一点就是 不系统和碎片话 很多人在学习知识点 尤其是外国电影史的时候 经常会去把知识点拆碎了去学 今天学德国表现主义 明天学苏联诗电影 大后天呢 学伊朗新浪潮 这三个知识点 根本就毫无内在联系 学起来就会很吃力 遗忘先于记忆 那我真的建议大家在学之前 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框架 而我的课程 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框架 告诉你每个知识点 应该置于哪一个位置 以一套非常合理的逻辑 清晰地给大家重新编排 那么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做到记忆先于遗忘 好 除此以外 还有最后有一点 我觉得小伙伴们 还是没有把考试当一回事 咱们现在所有的努力和付出 都是应该以应试为导向的 所以说你光看不行 你得写题 你得疯狂地写题 你得对着考题疯狂地输出 把你脑海里面的知识点 全部倾泻而出 这样呢 才能够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打磨语言组织能力 强化知识点的记忆 不断培养考试的信心 OK 那么以上几点 就是我个人认为 小伙伴们在学习上的一些误区 那么怎么走出这些误区 以一套极为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 快速建立信心优势 学得又快又棒又愉快呢 很简单 我给大伙拆分成四个步骤 走好这四步 学习无痛苦 你的考研路由我来守护 步骤一 将知识点 思维导图框架打印下来 反复刷熟 通过串联词理顺72个知识点的基本逻辑 好说到这 那么在上节课 我给到大家一个 一课堂四大类九国别的Structure 我认为整个世界电视时的所有知识点 首先呢 都可以被电影诞生 实验电影 记录电影 新浪潮 这四大类型所瓜分 这就得占80%的比例了 而把剩下的那些20% 无法被四大类型归类的 按照国家归纳整理 那么这样一来 就能够做到万无一失 反秘也不会有一书 那么为了给大家更进一步的明晰框架 请大家看 我做了两张较为清晰的图 这个呢 是四大类型的所有的知识点 请大家看 而这个呢 是九个国别所有的知识点 肉眼可见的清晰明了 并且呢 我也将高清大图 原原本本的塞进这个二维码当中 无论是设成手机桌面 还是用A3值打印下来 贴在客桌前 饭桌旁 还是纹在自己的身上 都势必要做到反复刷熟 并且理顺这72个知识点的基本逻辑 OK 这就是第一步 能做到吗 好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步 每个知识点配合对应的卡片 先背诵卡面上左下角的弹幕 搭配第二颗的讲解 学会语言组织 回到我们的框架图 聪明的你一定注意到了 这些小小的知识点 除了标注年色和国家 还有一个小小的标识 比如1967年波兰道德焦虑电影 标注了一个051 诶这是啥意思呢 没有错 那就是我专门为这套 AISP系列课程制作的精美卡片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卡片非常的棒 想要尽快的入手的话 除了可以去我的微店 购买完整的礼盒版本以外呢 为了兑现我免费给大家承诺 在我的公众号上 正式开启了卡片的收集活动 从今天开始 你只要前往我的公众号 回复我要上案四个字 我就会给你一张高清版本的实体卡片大图 蓝色版和粉色版都有 一天一张不会重样 赶紧和小伙伴们一起开始集卡吧 那这就是A051的卡片 波兰道德焦虑 针对这个卡片 我们首先要记忆的是 左下角的弹幕部分 从背景 主张 主题 目的 每个角度我都给出了一到两句重点的内容 然后呢 接下来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先回到我们神奇LSP三杰克系列的第二课 找到波兰道德焦虑这个电影的考点 耐心的听完我对于这个考点 十分精彩的讲解 当然 如果已经非常熟知这个知识点 那么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 直接像我这样 先背下这五句话 然后呢 按照自己的逻辑 自行组织语言 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名字解释 如屏幕显示这样 简单 高效 直接 这便完成了波兰道德焦虑电影的名词解释了 好 那么接下来进入第三步 被送卡面右边的小观点 配合标签 将话术与观点进行结合和展开 那么咱们这套卡片 除了左下角的弹幕 能够帮助你写名词解释外 第二个干货 就是能够帮助你基于这个知识点 所列出的答题的观点 并且每一个观点 我都与之前我们第一课给出的34个标签 进行有机结合 无缝衔接 比如一个观点对个体生活道德成人的反应 可以归纳为我们标签 社会 比如影域象征的语言体系 可以归纳为象征的标签 比如表现社会现实的纪录片风格 可以归纳为即时的标签 没有问题吧 而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神奇LSP三节课系列的第一课吗 我分别从主题叙事风格三个角度 给出了34个不同的标签 每个标签我都给出了一个话术 比如这是关于社会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波然道德交流电影 与该话术结合 就可以写出一段较为贴合该观点的理论展开 在主题方面 波然道德交流电影 旨在通过对切实存在的问题经营观察 挖掘社会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 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虚伪和利己主义 凸显强烂的批判意图 揭示社会病态和生活中消极落后 反动腐朽的现象 而效仿此段 我们可以依次罗列关于象征的标签法术 与考点结合 写出合理的理论展开 罗列关于即时的标签法术 与考点结合 写出合理的理论展开 怎么样够神奇吧 好另外 要是没有回看之前课程同学呢 这里只要你扫码 就可以获得全部标签相应的画术 怎么样够贴心吧 而你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标签像我这样 全部挨个贴在我们的框架表上 如图所示 那么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每个考点 它们在主题 叙事 风格上都有哪些标签 用怎样的画术去形容和表述 诶 够厉害吧 好 那么做完以上步骤 接下来我们离成功就紧一步之遥了 最后的第四步 结合办例 有理有据 谈校间搞定外国电影史 还是回到我们卡片 如果大家觉得 像咱们这样写观点展开理论 心里有点慌慌的 脑袋有点方方的 诶 这可能是因为觉得 这么做有一点模板画 会有一点点生硬 你怎么保证 这个考点就能用这个标签 用这些画术展开呢 别急 我一颗糖 岂是浪得虚名 请大家看 每一张LSP卡片 我都会给出贴合这些观点和标签的 具体的范例 比如 关于社会批判的标签 那怎么就批判了呢 比如 瓦伊达导演的大女士人 影片将斯大林的肖像画 不断地出现在画面里 表面上是挂伟人的照片 实际上是公开促行 对当时的斯大林恐怖主义的 无情批判 打破了当时所谓的禁忌的壁墙 打破了当时所谓的禁忌的墙壁 给后来的电影创作者提供了 创作的方向 另外 杰洛夫斯基的处女座 生命的烙印 影迷 也都表达了对70年代 波兰政府的不满之情 那我们就把这些例子 与我们刚才的观点和话术 展开一结合 这不就有明节 有观点 有理论 有例证 如此完美 谭笑间就能够搞定 外国电影史了吗 而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依次效仿 那是不是就说明 我们顺利完成了一个烤点的背诵了呢 好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四个步骤 第一步 将知识点思维导图打印下来 反复刷熟 理顺72个知识点的基本逻辑 这个步骤呢 我觉得三天内就应该把表格熟记了吧 好 第二步 每一个知识点配合对应的卡片 先背诵卡面左下角的弹幕 搭配第二颗的讲解 学会语言组织 那这个步骤难度 就是背诵弹幕 每个烤点呢 其实也就五六句话 我相信全部背完 应该一个星期也就能够搞定了吧 好 第三步 背诵卡面右边的小观点 配合标签 将画数和观点进行结合和展开 那这个其实呢 是最简单的 因为平均每个烤点也就两到三个观点 而画数呢 一共也就34个 反复去搭配 如游戏一般好玩 那这个步骤呢 我觉得三天足矣 而且还第四步 结合范例 有理有据 谈效间搞定外国电视 这个步骤呢 比较辛苦 因为范例部分 还是需要大量的积累的 所以呢 这个步骤 我可能要给出比较长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满打满算 43天的时间 搞定外国电视 可以做到吗 请把可以打在公屏上吧 OK 随着最后一节课的结束 我们今年 LSP第一部分外国电视的学习 差不多也就告一段落了 从2月14号到5月23号 一共14个视频 总计时长超过12个小时 确实花费了很大的欣喜 相比去年有改进地方 也有不足的地方 风格不停的变换 从前期的一个支点 一个支点的细讲 到最近三节课直接盘点的方式 非常感谢屏幕前的你 和我在一起磨合 而现在 我感激大家的方式 就是推出屏幕前的U计划 所谓U计划 U就是Unity 意味团结一致 联合统一完整的意思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加入U计划 团结在一起 把外国电视时的支点 全部完整的拿下 这里呢 我诚邀大家加入我的U计划打卡群 在这里呢 我要做的承诺是 从今天开始 我会每天选三个外国电视时的支点 发布如我卡片上的弹幕关键词 大家需要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 串联成段 使出名词解释 并上传至我的打卡群 而每天晚上 我就会给出一个优秀的参考示范 从5月25号到12月25号 我会带着大家 把所有的支点至少过7轮 整整7轮 朋友们你敢信吗 而在这7轮之后 这些支点一定永生难忘 即便不刻意的去背诵 也一定能够在考场上 大杀四方斩获夹击 加入方式详见评论区 好 那么我们的外国电视 ALSP部分课程就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课程板块呢 我会发布调查问卷 你们的声音我很想听见 你们的意见我需要采纳 我是一科导演长 你的考验避风稿 我们下个板块见